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太阳铲当年宋高中请客用了这个菜式 他们在海边和山上通常找些东西回来的 所以我们有一个叫山海兜 我叫梁师傅加入了美心集团18年了 相传宋高中吃完之后就很喜欢这个菜 这个将军的菜式因为他们是北方人 不懂得吃蟹 所以他就专专把蟹拆了肉出来 所以他们觉得很惊喜吃到这些蟹肉 因为他们从未吃过这些蟹的 我们用新鲜的蟹 然后找一些大杂蟹肉 放入蟹肉和蟹肉和蟹肉 放入蟹肉和蟹肉和蟹肉 然后蒸10分钟 让蟹肉和蟹肉的蟹味混成一体 这样就完成这个菜式了 南方人吃蟹通常用醋提升它的香味 所以这个菜式不需要加醋 因为有鲜在那里 鲜带到有鲜甜味 所以可以代替到一把醋 这个菜式我们研究了很久 用过很多盐酒 来看待怎么配合它 最后我们用了一款军度鲜蜹 跟它的味道很配合 我们用一些带甜有点酸味的鲜 便可以配合到蟹肉 這個蟹羊產裡面其實不只有大閘蟹 大閘蟹有一個高的濃味香味 我們還加上一些新鮮的大紅蟹 紅蟹是甜的 所以夾在一起就很配合 宋高中曾經逃難來過香港 所以跟我們的關係很密切 所以有慶幸今次我能夠做這個菜式出來 就呈現以前古代的 他很喜歡吃這個太陽鏟的菜式 我們的餐廳有動畫配合音樂 呈現這個菜式出來 所以是一個特別的房間 這次我們用了宋朝的主題 給觀眾一個視覺味覺聽覺五感的體驗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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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